《香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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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香港 其實朋友不多 朋友都是圈內的 所以我沒有什麼 身邊特別推介的人 但是如果有任何女生 你們真的有興趣 參加《香港小姐》 絕對歡迎你們 可以在網上的社交平台 私信我 問我意見 我絕對會答覆你們 我都很想 作為一個師姐的身份 鼓勵多一些女生 為自己的生命 作出一個美好的決定 因為轉了身 都為一場短頭髮 是的 因為之前短頭髮 大家都很喜歡 覺得我很有性格 覺得好像在 在弘弘的女藝員之中 都是比較少有的短頭髮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不能停下來 我不想讓自己設定一個框框 給自己 我接下來有一套新劇 《視台人者3》 即將會拍攝 我想嘗試一下 如果長頭髮會是怎樣呢 所以我趁現在還未開劇之前 我感受一下這個長髮 究竟帶來給我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看看會不會適合那個角色 所以其實我現在都是 慢慢 逐點逐點為角色準備 去尋找這個角色的靈魂 所以我就做了這個長頭髮去感受一下 到時是什麼不知道 因為現在還是發掘中 你短頭髮那段時期 你知道你是做得 新一代做旅景做得最多 沒錯 因為那時短頭髮的確 是為了一個警察的角色而剪這個髮型 我都沒有後悔很開心 但是發覺原來 剪那一刻就瀟灑 留長頭髮 就真是另一回事 很痛苦 我發覺我現在 我本身的長度 如果真的要留及薄 都可能真的要三年的時間 我剪那一瞬間一秒 留要留三年 其實所以 我原來為了《機場特徑》這部劇 的付出都真的挺大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用心一點 看《機場特徑》